我认识的华晨宇,还是2013年的快男。那个时候的华晨宇是清秀朴素的,普普通通的男孩子。加上他自己不断的勤奋努力,从快男的全国冠军到现在的新时代的领军人物。 近日2021的火星演唱会如约而至,看得出来,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好,这一次融合了比较有未来科技感的舞台。给我们粉丝带来不一样的体验,华晨宇的火星演唱会,这一名字,一用就是七年。 他这是想告诉我们粉丝,像璀璨的星星之火一样绽放,自己多姿多彩的人生。华晨宇是华语乐坛中开放了另一个另类风格的,独属于他自己风格的。教主及人物,打开了我们中国,另一个风格的音乐。 华晨宇,他是当之无愧的才子,也称他为疯子也不为过。别人笑他太疯癫,他笑别人看不穿。我个人认为他继续保持他的初心,把这一个传承传递给下一代。 。